櫻山傍水的台東 總面積將近110平方公里 南北長更是逼近20公里 浮原辽阔 力廣人稀 大大增加了去浮原 交通及時間的成本 就是我A点到B点的距离 就是比较远 然后就是光是车程 就可以花一半小时 我最多可以服务六个小时 可是我三个小时都是在路程上面 我们有些岸家是在海边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 可能下一个岸家都要跑就山上 所以就是那个距离 就是一个小 可能你从海边要山上的时候 就还蛮辛苦的 因为有些山路真的不好走 阿东 我来了 累积千辛万苦 总算抵达各岸家中 这是偏商居服员的工作日常 阿哥 我们先进去 你看今天要服务什么 年近八旬 一人独居的林爷爷 年事已高 加上行动不便 家中的清洁整理 全都仰赖 居服人的协助 阿哥 过期了 林爷爷的状况只是缩影 目前台东65岁以上 人口占比来到20% 迈入超高龄建市 老化指数更是高达168% 大于全国的144% 高龄加上青少年人口外流问题 使得台东偏商的长照问题 雪上加霜 人口外流年轻人总是要去外县市工作 那长辈自己留在家 长照服务它其实内容 除了居家 光居家服务就20几种 长辈他们自己其实是 很难自己去理解 这些服务项目到底要怎么运 就是要怎么用 盘点目前台东的长照资源 全县护理之家仅仅4家 开放床数283床 而台东养护中心也只有12家 总计床位数816床 进一步观察 9成以上的长照机构 都分布在台东市区 往北只有一家成功护理之家 往南也只有一家 太马里的老人长照中心 长照资源南北严重不均 成了台东偏向长照的一大隐忧 目前台东的长照资源 大部分还是会是集中在市区 可是像偏向地区 他们会以小规模多机能的服务中心 就是当作是站点 可是人力上到底有没有那么充足 对 事实上能不能提供多元的服务 这其实都还是 我觉得都还是有需要调整的空间 人力严重不足 使得偏向长照问题始终难解 尽管卫福部寄出每个月三千元的交通津贴 以及三千元的奖励津贴 鼓励外地的照服员来到偏向服务 但是考量时间以及交通成本等等因素 诱因仍然稍显不足 如果想要靠着在地训练也需要时间 人力短缺恐将让偏向长照品质 受到连带影响 阿嬷 来了 我们今天要出去散步哦 好 县乡居服员不好找 你光是要能够找到人就很不容易 所以你更不用说要追求品质这件事 其实真的很难做到 对 你找不到人 所以你有人就要用 但是用的人如果说 可能品质或者是素质上没有很好 你也很难把素质拉起来 不知台东 同样位处于东台湾的花莲 也面临着土地南北狭长 地广人稀 医疗照护资源分配不均的等等困境 目前花莲65岁以上人口 超过6万2千多人 13个乡镇当中有超过一半 老年人口比例超过20% 高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长照需求也日益增加 但这个被誉为后山偏向的地方 却靠着独创的长照 与医疗对接服务模式 打破困境 成功让花莲的长照涵盖率 高达99.94% 位居全台之冠 郭妈妈 真是的看到你了 非常高兴 还有李医师 还有我们的前乡长 一个大大的拥抱 胜过千言万语 这天采访团队跟着家庭医师 来到花莲封冰箱 这里是全花莲唯一一个 没有开业医师的乡镇 长照资源的进驻更显重要 长照家庭医师深入偏乡城镇 走进个案家中 看见长者需求 也让失能者能在地安老 我平方是不方便 我如果要看医生的时候 就真的不方便 如果医生来这里看 是给他做附件 我就查准备了 真的是需要 所以他刚说 他讲到很想 钓椅内就是这样 我现在来给你放在后面 真的很感谢 老远从那么远 跑到天下 四句之间 全是满满的感谢 眼前的长照家庭医师 吕咸泉 仅仅至今超过50年 尽管已经高龄85岁 仍然愿意周春老顿 从花莲市开车南下 关怀偏乡长者 尽管来回车程 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但他依旧乐此不疲 我怕我怕我怕不怕 不疲惫 我怕自己的车 我怕不疲惫 准备医师就是住在里面 你在那等病人来看 我出来做长照的医师 我们就出来 我们到家庭 可以到个案的家里看 帮忙他 问他有什么问题 帮他解决问题 细心地帮卧床病人听诊 检查身体状况 吕咸泉 其实是名小儿专科医师 小儿与长照 看似毫无关联 但在花莲诊所 开业多年的经验 培养出他样样精通的本领 我本身有内科专科医师 也有小儿科专科医师 所以对于有慢性病 糖尿病高需要的病 我们也可以给他咨询 用药都可以帮忙他们 很多问题 开北市或是都会区的 他一个公卫护士 或是一个罩专 他可能就是把一件事情 做得很专精 所以我们在花莲 所有的这些在工卫端 或是在这个长照端的人 他都是多功能型的 多元化的服务 这是他们的最大特点 为了克服花莲地理交通上的屏障 以及医疗资源匮乏的限制 花莲是全台唯一 以诊所为派案单位的县市 让资源在地化 也让照顾网络更加深入 偏向的每个角落 花莲的医疗资源分贝不均 那你要让每一个乡镇 都能够就近照顾 唯一最好就是诊所 那所以诊所加上卫生所 这样的一个医疗网 建构起来的话 我想对于这个居家私人的家庭医师 这个方案 执行上会比较容易达成 此外花莲在地的诊所 还扮演另外一个关键角色 诊所医师除了能够接受地方政府委托 担任家庭医师 关怀长照个案 医师也能够在准间 主动看见患者的长照需求 并且媒合政府资源提供服务 双向的转介 让长照与医疗相互对接 因为今天个案来找我看病 表达对我什么是信任的 好 信任的 如果今天那他的未来的长照的需求 由我照顾 是不是会比别的医生照顾来 对个案来讲 他是更怎么样 更安心 既然这个个案已经来找我看病了 他也符合长照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就直接转介给照专 然后照专就开始介入 然后变成我们三个就连接起来 一起来照顾这个个案 无论是走进原厂 关怀花莲长者的长照家庭医师 还是跋山涩水 深入台东偏向的居服员 隐身在花东小镇里的长照人员 努力不让偏远成为边缘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让偏向长者也可以安心地 在熟悉的土地上慢慢变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